图一婚姻,婚姻就如这幅画,无论谁放手,受伤的都是孩子,多经典的话,多牛的配图。 所以从你选择了婚姻有了孩子那一刻,你就必须拉紧你的绳子,负荒你的责任,要么不要,要么不弃,真爱眼前人,且过且珍惜,至所有为人父母者。 图二家庭,如果拉车的是你,上有爹河妈,下有七河娃,一不小心打个花,你能给家人留点啥,允许你是别人引你的草,但你却是家人的天,作为一个男人,要活出担当,作为一个女人,要活出责任。 男人累了,那是因为,背后没有助推了女人,女人累了,那是因为,没有拉车的男人,父母累了,那是因为,没有了能担当的儿女,孩子累了,那是因为,没有了该像个家的家。 所以你活着,不要让自己太轻松,因为他们需要你的真实存在,而不仅仅是一个春户而已,别觉得自己活得苦,活得累,活得委屈,其实每个人活到都不容易,只不过别人的难处,别人的辛苦,你没有看到罢了。 累就对了,书爱是留给死人的,苦就对了,谁不是在苦中做了品尝幸福,所以活着就有疲惫,就有汗水,就要奋斗,就要折腾,就要历经风雨,就要担心肩上的责任。 图三人性,你帮人家剪绳子,人家却在踢你脚下的凳子,善良的人,干什么都不好意思,总是怕对不起别人,容易把所有人想象成好人,心不胜防,甚至一直为别人考虑。 所以,越善良的人,越容易受到伤害,这不是善良的错,也不是善良的人傻,而是善良的人不懂得保护自己。 但请记住,当你伤害了善良的人,他不会选择伤害你,他就远离你,不再接触你,无论是友情,爱情还是亲情,请别践踏善良的人。 图四道德,枪想之后,谁是赢家,常言道,伤害别人,就是毁灭自己,总有人对此,不以为然,看了这幅直观的图片,该是明了了,总是占尽优势,也不可为所欲为,人生贵在善良,做善良的自己,真正的赢家是有道德,有信仰,懂英国,请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,永远善良下去,你就赢了。 世界那么大,能遇见就是缘分,善待我们身边遇见的每一个人,因为,下一辈子,不一定能遇见,突如合作,向合作要放下自我,彼此尊重,大合作要放下利益,彼此平衡,一辈子的合作,要放下性格,彼此成就,一位索取,不懂付出,或一位任性,不知让步,到最后必然输的金光,共同成长。 才是生存之道,工作如此,婚姻如此,优役如此,事业亦如此,徒留朋友,每个人一生都需要有两个这样的朋友,他有男时,你撑着,你有男时,他撑着,拥有这样的人生才无据,才精彩。 这就是朋友,这就是团结,这就是团队,我愿做你的其中一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